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都林网络新闻 首先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天气晴有时多云 温度17摄氏度至29摄氏度 东北风转北风二席 明天白天多云 夜间晴间多云 温度18摄氏度至27摄氏度 接下来为您带来今天的信息 在假期持Interrail环游欧洲将会适宜一个非常理想的价格 这是一种特殊的火车票 持此票可自由往返于30个欧洲国家 您可以只选择一个国家使用Interrail One Country 或选择所有联盟国家使用Interrail Global 而且年龄在26岁以下的青年有折扣 但是仅限于二等作息 家庭津贴补助政策制定了新的收入水平 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将采用 国家会根据家庭成员的总收入情况 给予收入较低困难的家庭一定数目的补贴 具体的收入情况和相关的补贴数额 请查询Inpeace官方网站 从6月20日到7月1日 阿玛特协会组织了国际交流活动 交流的主题是体育和社会融合 面向那些热爱体育活动 娱乐活动和对国际文化感兴趣的青年 免费参加并且保障时数 关于报名参与的条件以及方式等详细信息 请发送邮件到阿玛特协会 或查询屏幕下方的网址 如果您在今年刚好是15岁 那么可赶快领取属于您的15岁通行证 此通行证可到户籍所在的分区办公室领取 另外持此证可免费参与文化和体育活动 近期流行的活动可尝试参与曲棍球 赛艇 皮花艇 网球等等 6月7日至28日 每周二下午17点 在G Guaza多媒体活动室 地址是Balazono Villasandavio 20号 举办中国电影放映活动 21日将要播放的电影是 《玛丽文的我们俩》 继续介绍千人远征团的情况 在经过40天的英勇抗战后 由于民众和国际舆论的支持 加里波蒂成功地动摇了民众 对波旁王室的统治信息 并且于5月14日宣布它成为西西里岛的独裁者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